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个关系其实非常的紧张 另外你看到普丁 普丁叫大帝 他多么样的妖汉 多么样的霸气 可是他为了要接待沙奥地阿拉伯国王 你会发现 现在竟然找了克里姆林宫里面 最金币辉煌的一个办公室 最金币辉煌的摆设 连普丁都要去拍马屁 都要去奉承沙奥地阿拉伯的一个国王 而他一口气就买了一千亿的武器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关键的是很多人认为说 赵地跟莫斯科两边要结合 干嘛呢 他们要打一场石油战争 而这个石油战争的对象 竟然是美国 好 我们今天请到六位来宾 对大家非常守一段 抗云大学副教授 马西米昕 大家好 对于是文士工作者刘灿荣 大家好 第三位自身门王夏 大家好 第四位是自身的 涉及的低学位 各位大家好 好 第一位是自身的 涉及的王瑞德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东山新闻大陆中间主任杨昭 好 各位好 好 参加 刚刚讲到了 沙奥迪阿拉伯的国王 沙拉麦 他跑到了俄罗斯去访问 没有想到是五十年来的第一次 更不要讲 普丁是用极度奢华的摆设 来欢迎这位的国王 有人是讲说 他不是表面两个人的见面 两个人的握手 而背后有一个大战略 沙奥迪阿拉伯国王呢 在十月四号晚上的时候 访问莫斯科 全世界在注意的都是这个花边新闻 他的垫幅梯去了的时候 他在走下来的时候 国际讲说还不抵普丁的磁场 所以这垫幅梯走到一半卡住了 一半卡住了 所以他地区慢慢地走下来 可是事实上最重要 最关键的是 其实他到这边去 是沙奥迪阿拉伯和俄罗斯 五十年的世仇 第一次握手言欢 用世仇来形容 是的 其实他们的世仇 是他们建交五十年 从来就没有彼此之间 国对国的王对王的一个对访 他们从来没有互访过 从来没有互访过 虽然建交 但从不互访 而这次去的时候 普丁给他到什么样的规格呢 反正你知道说普丁出访的时候 在莫斯科是全面要禁空的 然后他的车队就要呼啸而过 可是那天晚上 普丁给他规格 比普丁自己还大 反正你看 这就是他国王出访的一个车队 普丁顶多只有30辆 反正保险你看 沙奥迪阿拉伯和国王的车队 一路过去的时候 又是路面全面禁空 然后你看这车队 不知道有400辆还是多少 一直过去 一直过去 没有镜头 这个车子没人数得出来 他到底有多少辆了 你说这个是沙奥迪阿拉伯国王 他的车队在莫斯科的街头 大概除了他以外 没有人可以在莫斯科的街头 这么嚣张吧 对 你看到没有 而且他的随缘什么的 统统享受的是普丁等级的一个待遇 这么久的车队还没过去 不知道有多少 而且每一辆都有他的重装车 甚至救护车都好几辆 跟在身边 免得他们这些随缘 千人随缘里面 谁随时有问题 保险你看 还没有走完 这个车队是全世界看过 最长的一个车队了 所以普丁是完全配合沙奥迈 而且更夸张的是 我们讲到了 克里木林公本来就已经 金碧辉煌了 而普丁又特别选了一个 空金最多 相金相迎最多的大厅 来招待他 而且普丁非常知道 沙奥迪阿拉伯国王室的品位 所以保险你看 他找了这个 最金碧辉煌的一个大厅 然后你看到 连那个木木都改成是金色的 后面都金的 背板 这个背板 也特别换成是金的 但椅子都是金的 椅子也都是相金的边 而且保险 你的最特别是 他们后来还有双方会谈 对不对 你看这个桌子 整个桌面 全部也都是金的了 而且它那个金色的 不是你看的是金色的油漆 你看起来那个桌面 整个看起来 就好像是金属感 不少 至少是镀金的 所以整个沙奥迪阿拉伯 得到最高的规格 最金碧辉煌的规格 普丁完全把 你要什么 我知道 我把你最喜欢的金色 通通放到你的面前来 我们看到了普丁 独播奥迪阿拉伯 你看是怎么样的 对付日本 怎么样去对付德国 可是没有想到 对付沙奥迪阿拉伯 却如此周到 因为他们两个人 是这次我们相见欢的时候 我们决定联手 跟美国发动一场 新的石油战争 什么石油战争 反正他们两个一见面之后 马上全世界石油 都立刻跳了起来 马上跳了五块钱 上了五块钱 因为他们说我们双方联手 我们开始双方联手 我们全世界最大的 两个石油的生产集团 我们要减产石油 也就是OPEC 过去跟俄罗斯 这样的一个集团 隐然有一个竞争关系 可是没有想到 OPEC跟俄罗斯 现在竟然吸手合作 他们两个吸手合作 最大的敌人就是美国 因为过去的时候 沙利亚和美国 有个选蒙密约 他们有选蒙密约 当时选蒙密约 共同敌人是俄罗斯 没想到现在全部都翻转过来 真的假的 真的 估计区的时候 他们的选蒙密约就是 美国跟沙利亚和美国 讲说全世界 你卖的石油 都用美元来计价 所以美国就可以用美元 去控制全世界 而沙利亚和美国 也就是当石油 用美元计价之后 美元就变成了 全世界的通用货币 你在全世界 进行国际买卖的时候 都要用美元计价 它才会变得这么强势 而沙利亚和美国 换到什么呢 其实沙利亚和美国在这边 它四面都是敌人 所以美国就说你放心 我帮你处理掉你周围的 所有的敌人 比如说伊朗 是最讨厌沙利亚和美国的 他们不只是宗教上的问题 还有生活方式的问题 伊朗是讲究清贫的 是要修行的 你沙利亚和美国是全世界 最奢侈的 就看不起沙利亚和美国 结果美国说 没有关系 我帮你扶持海山 发动两伊战争 让他们两国去打 我也来对付你 发动两伊战争 对付伊朗 其实就是要保护沙利亚和美国 因为他们两国就没有力气 来找你的麻烦了 然后再过来叶门这边 也是一样 我帮你发动叶门战争 还叫台湾去打造 对 我们大漠计划 还叫台湾去帮你租兵 然后不只这样 利比亚我会把你砍住 所以让你沙利亚阿博 你只要跟我美国站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去控制全世界 你在这边就可以非常非常的安全 但是没有想到 因为美国它有页炎油了 要对付普丁 所以不断的降价 不断的降价 就没想到沙利亚阿博也吃亏了 你伤到了沙利亚阿博了 所以他这次就过去 跟普丁握手了 说我们一起把石油的价格 重新拉起来 我们要对付美国 而且这个时候 沙利亚阿博他还向普丁说 我跟你买1100亿的军火 买军购 我来跟你来买保险 是假的 可是沙利亚阿博 已经跟美国买了很多的军购 他已经买了很多的武器 就没有想到 我不但跟美国买 我现在也跟俄罗斯买 而且更可怕的是 俄罗斯最厉害的SUM400 都给他了 是 因为其实沙利亚阿博 他们过去建军以来 从来就没有真正打过仗 他们也不需要打仗 他也买了全世界最多的军火 对不对 他就是买一个保险 虽然他已经有很多爱国者三了 他还是叫叫亚阿博薩姆400 然后所以同等级的 他已经有艾三了 还去买薩姆400 还不止如此 这个薩姆350勇式防空飞弹 它不但是陆地可以走 是垂直发射 一次16管可以打出去 锁定12个目标 而且保洁他可以直接 拿到船舰式上 非常稳 也可以跟船上的一个防空飞弹 他也可以做舰上发射 然后道尔防空飞弹在陆地上的 所以你看那个苦丁的北极部队 也是配这种防空飞弹 然后在10公尺到3公里之上 他都可以做防卫 他连奥罗斯坦克都买了 他已经有美国的M1 A2 也有德国的鲍2 他说没有关系 你现在最新的T90MS 我也跟你买 T90也买 T90也买 通通买下来 而且保洁还不但如此 是说因为他本来就已经有 很多枪了 对不对 他说因为美国的枪不好 美国的枪呢 他容易在沙尘中是不好用 所以普丁也很大方 我把AK-47的工厂 转移到你沙奥迪阿拉伯那边去 你说普丁不是卖枪 卖武器给沙奥迪阿拉伯 连AK-47的工厂 都直接放到沙奥迪阿拉伯 对 然后就给你沙奥迪阿拉伯 说以后呢 你的民兵在用的时候 可以用我这个不怕风沙 不怕水淹的AK-47 太夸张了 这是买工厂 买工厂的重要就是说 这一次一个50年来第一次的会面 大家看到的不只是那金币辉煌 而是普丁和沙奥迪阿拉伯 我们要成为新的选萌 而我们共同敌人就是川普 因为我们看到了 过去沙奥迪阿拉伯里面 最害怕的是伊朗 而伊朗背后最大的支持者 是俄罗斯 所以过去虽然沙奥迪阿拉伯 跟俄罗斯两国建交 但老死不想往来 可是没有想到 这一次不但两个人手牵手了 两个人手牵手了 还签订了一个石油约定 而这个石油约定 竟然是双方之前都不肯的减产 而减产之后石油价格就往上升了 好那习平刚刚讲到的 沙奥迪阿拉伯 普丁他们见面 他们和谈 他们握手 都是为了石油 石油才是这个全部 最重要的资源 我们最近看到了越南 没有想到他们真的在南海采到很多油 而最近他们的油越采越多 已经在他整个GDP的三分之一以上了 石油石油石油 谁掌握了石油 谁就掌握了世界 最近越南干了一件事情 他昨天做了一个电视节目 越南的电视节目 向全国宣布 今年九个月 一到九月 居然他产了天然油气 产了1901万吨 1901万吨是什么呢 是什么概念 今年GDP的3% 光天然气 大家为什么对南海这么重要 因为南海有油气 南海因为它太深了 油气很难产 它现在有四个油田 白虎油田 大熊油田 至于红色的 你知道四个油田产多少 产多少 3000万吨 3000万吨 我讲石油 刚才公布1901万吨是油气 所以你说天然气就占它GDP的三分之一 再加油还得了 对 不得了 我跟你讲 更恐怖的是这一块 这块白色的 现在已经都探看到了 白色的密密麻麻的 都是油田 我告诉你 大陆把它的981调到这边来后 一看 其中一个你知道多少吗 多少 1000亿吨以上 一个就1000亿吨 对 所以现在 中共跟越南都在争这块黄金海岸 所以南海有石油 南海有天然气 就不是随便说说的 越南光这三口井 它就已经可以产这么多天然气 这么多的石油 接下来这个地方 现在双方这个地方变成兵家必争之地了 结果越南趁习近平要开十九大 跟西班牙的一个石油公司 我们签个约 你来帮我探勘一下 就西班牙的石油公司 三亿美金啪撒下去 中共现在告诉南海 你以为我开十九大是不是 你再挖 我就打你南沙群岛一个军事基地 我打给你看真的 翻脸了 翻脸 你说中共现在为了要跟油条 跟越南翻脸了 结果越南赶快通知 这西班牙基地停 这西班牙的公司 已经三亿多美元投下去了 现在暂停 撤出去 所以你说 这个地方对中共来讲 是没有弹性的 对 这地方毫无弹性 但是中共现在从两方面 大家要见角力 越南多阴险 越南现在 这是不是都他的了 不是他的 俄罗斯公司负责的 俄罗斯 美国 美国公司负责的 欧洲公司负责的 甚至日本公司负责的 是 你有种打嘛 全部是国际化 好 现在我跟你讲 他刚刚用西班牙公司负责 他来应的 那老共来什么 老共就拼命投资越南 现在老共已经越南 第一大商业贸易伙伴了 我全部买你的东西 我全部投资你 我们经济关系太密切了 还有一个关键 老共跟越南不能翻脸 只能嘴巴嚷嚷的 什么 金兰湾 因为现在每一个人 都要跟越南 缔结金兰之谋 金兰之谋 就希望能够要用金兰湾 我跟你讲 金兰湾有这么重要吗 你看金兰湾 它像一个钳子一样 看到没有 它进去以后 里面纵深17公里 哪有这么大的港 17公里 港的纵深就这么深 这么长 这个就50万平方米 这么大一个 我告诉你 在这个地方 很难找到一个 航空母舰群 可以整个进去的 航空母舰群 不是一套航空母舰 对 是所有的什么导弹巡量舰 都可以进来 一般航空母舰群来的时候 只能在外面停的 进不去的 哪有一个港可以把整个航空母舰 它可以停至少40枢以上 大巡津舰 40枢以上 而且它是深水港 它这里15公尺还好 它这里有30公尺 30公尺是很深的一个深水港 好 这个金兰湾又建设得好 你知道以前谁建设金兰湾 我知道美军 美军 但是1975年 美军走了以后 越南就把金兰湾租给俄罗斯 现在是俄罗斯的用吗 没有 因为它一年要向俄罗斯 收2亿多美金 普丁说对不起 我不租了 我还给你2亿美金太贵了 哇 这金兰湾一还回去之后 大家才发觉 赶快来租赶快来租 我跟你讲 去年10月2号 美国第一艘导弹巡航 约翰号 第一次来到金兰湾 美国的导弹巡航进来了 10月2号进来 进来以后就给越南讲 一年10亿美金 真的假的 你租给我2亿多 俄罗斯不要10亿租给我 美国想用一年10亿来租金兰湾 因为我跟你讲 美国的南海没有基地 金兰湾一租之后 第一个马六甲海峡 要经过通通要被它看到 然后巴士海峡 你要经过巴士海峡 全部要被它看到 所以我控制金兰湾 我就控制南海了 对控制南海 那我就控制中国的咽喉了 对就控制咽喉 你中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 新加坡经过南海 到这边来全部都要在我金兰湾 抗制之下 难怪一年用10亿美金来租 去年10月2号对不对 10月22号 20天之后 中共三艘军舰来 中共也来了 这都是美国人 21年来进金兰湾 这跟中国20几年来 第一次三艘军舰 带了75个兵 中国也第一次进金兰湾 中国说 现在我们是第一大贸易国了 你不要租给美国人了 你要租就租给我好了 普丁觉得不对了 普丁你知道 全俄罗斯在海外 海军基地有几个 几个 一个 才一个 你干嘛 你想猜三个 在哪里 在叙利亚 叙利亚好远 他只有一个海外的军机 在叙利亚 所以普丁也要了 普丁县想说 你们在争什么 我也要 普丁县 他也要金兰湾 对 他告诉他说 对不起 10亿美金我付不了 但是 我给你潜水艇 给越南潜水艇 我先给你六艘潜水艇 另外 我军舰也给你 我牵你军舰 不要钱 你把金兰湾弄给我 我以物以物 所以现在越南手上 就拿个金兰湾 在那边做筹码 是 钓鱼 所以就变成说 老共虽然跟他有 海上游体 但是也不敢真正跟他 开打落翻 所以现在这里是全世界 最微妙 最紧张 最勾心斗角 但是 也是最有钱 游在这里的一个地方 好 杨肇 我们看到过去 在中国军委会的第一把手 郭伯雄 他现在在监狱里面 监狱里面他知道 他已经没有明天了 他去撞灯柱 撞灯柱撞怎么样 他撞到他的头骨都裂了 他的死意也太坚决了 而且我们讲到了 中国大伟一句话 斗垮人之前 先斗臭 咱们距今 有一个纪录片出来 郭伯雄等三个人 你所有认罪的过程 我全把你公诸于世 是 其实这个十九大前夕 你可以看出 斗争有多么的激烈 从郭伯雄这样子 忽然间从纪录片出来 在现在又传出 郭伯雄 这个死意坚决 再度轻声 用再度两个字 你就可以看出 他其实之前 已经想要轻声好几次了 那就可以看出 他这样的一个位置 在这个里面 他已经是被斗到什么程度 被斗到 生不如死 导播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 你会觉得这个人 他在当军委会副主委的时候 怎么样意气风发 可是你今天 变成一个被告的时候 已经是满头白发 满脸风霜了 是 没错 你从这可以看出来 习近平他这几年开始 他在整数议绩 之后现在开始是什么 先军后党 先军后政 那么这个军呢 其实更高一层是什么 是特 我们在之前都已经讲到 他把军头 把军人全部都换掉 那其实基本上来讲 他要抓的是什么 是抓军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特务 所以我已经掌握了政 我已经掌握了党 我已经掌握了军 现在对习近平来讲 最重要的 就是我要把情报系统 特务系统 掌握在手上 其实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其实习近平在最早的时候 他第一个升进中南海 他在接班之前 他就先把他最好的朋友 也是他的亲信 栗战书 给放到了中南海里面 也就是大内中央办公厅主任 其实不要看 所以他现在是第一大内高手 是 不要看 中央办公厅主任 好像是一个文职的东西 其实不然 因为他负责习近平 所有的这种起居 还有他的行政 甚至他的周边安全 全部都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栗战书非常的重要 那你可以看出原来 这个习近平当时 把栗战书放进来是干嘛呢 是做他未来的 这个所谓的特务 和他的安全 和他所有的情志 最高的一个统治的人 可是我们都要想到 我们慢慢熟悉中国的党 我们熟悉中国的政 熟悉中国的军 他的特有什么样的特别 有怎么样的恐怖呢 应该这么讲 他们就像水银泄地一样 绵绵不绝 你只要撒出去之后 只要有剑缝就会插针 而且非常的绵密 这个栗战书 水银泄地 栗战书后来 就帮他整个的去把他铺陈 以我以前的一些朋友经验 我可以跟宝洁讲两个 一个就是 我一个上海的一个台商朋友 他以前是我们国军的 新战总队的总队长 很高的位置 他退下来之后 没几年去上海做生意 结果他就跟我讲 他说杨昌 你知道这个大陆的 这个情志单位多厉害吗 多厉害 他在饭店睡觉的时候 因为情志 他自己本身也是情志单位 所以他会反情志 反监听 他把灯整个关掉之后 但是他会留一点点缝 然后他睡觉的时候是假妹 但是他就忽然发现 都已经关好了门窗 怎么忽然间 有声音 门又打开 然后这个静悄悄的 捏手捏脚的 就到他前面 床头坐下来 都不讲话 结果他实在是忍不住了 有一个人坐在床头 对 坐在床头 坐了半小时 就一直看着他 半小时 结果他忍不住了 起来把灯打开 他还说 请问一下 这位长官 这位领导 你到底想来说什么话 你直接跟我说吧 他不带信人家 对他不利吗 因为他自己本身 也是情志出来的 所以他很了解 这一定是大陆的 情志单位的人 所以那个情志单位 就很客气跟他讲说 我们都知道 您是台湾的这个情志高官 坐下来做生意 欢迎来做生意 但是两件事不能做 你的底被摸了 对 告诉他 你是什么单位出来的 第二告诉你 连你是哪个单位出来都知道 对 然后告诉他说 你在中国大陆做生意 不要碰高官的妻子 不要碰高官的老婆 第二个呢 不要去做 你这个工作以外的事情 去观察一些 奇奇怪怪的事情 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去搞一些 情志情收 所以你就看出 他们的特务是多么强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案子 所以你是说 他的特务绵密 到底根本不知道 谁是特务 走在家 也就是只有特务的投资 才知道我这个线 放到多少 也就是习近平 你在外面 花再大的力气 你永远搞不懂 特务的系统 只有把你自己的人 利益战术弄进去 另外就把陈光君弄进去 你才搞得懂 是 这个陈光君呢 他是所谓的军情系统里面 而且他是最年轻的现在 那么他就 刚刚我已经看到 他已经让这个 所有的军情都抓了之后 又摆了一个最年轻的一个 完全跟军情没关系的 一个系统的人 放在所谓的 这个情报局的局长 你说陈光君 他是一个少将 过去是在这个 飞弹部门的 没有没讲到 你从飞弹部门 调到特务系统 就是因为 你跟你面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你以前 里面的关系 都跟周永康有关系 所以我找一个 跟你面没有关系 我信得过的人 我要把它安插到里面去 没错 所以我要讲 另外一个案例就是 在中国大陆 不要怀疑 你以为他看起来 是平平凡凡 其实他可能 就跟情质有关系 怎么样情质有关系 那么我们讲 另外一个友台 在当年 1996年的时候 去采访这个所谓的 这个阅兵 50年大庆 在采访的前一天 这个开一个采访会议 就在那个房间里面 大家讲好 明天大家要记得 你去拍哪一个飞弹 你去拍哪个导弹 拍什么武器 拍好 我看到旁边扫地的 那个阿桑 就是房间那个工作 那个大姐 居然一听 他马上就直觉 这个绝对是特务 他居然说 要去拍什么拍什么 立刻就回报 大妈耶 扫地大妈 对 立刻就去回报 国安单位 所以你就知道 那国安单位怎么办 国安单位后来 就跑来了吗 他们没有直接跑来 他们就后来 讨论完之后 记者要去换钱 那么国安单位 就立刻两部车就冲过来 把这个记者的采访车 拦住 立刻把里面的记者 和这个司机都拉出来 然后戴着这个头套 在戴头套 戴着头套 然后就丢来这个车厢里面 然后就绕 绕了半天之后 在一个房间里面 台湾的记者 台湾的记者 被戴头套 这是确实的实时 在街上绕来绕去 对 半个小时 放了房间里面之后 头套拿起来 一张纸和一支笔 交代你写出来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到最后 他们认定你 只是做新闻而已 才用同样的方法 戴头套 戴在这个车上 再绕半天 在你住的地方 附近再把你放下来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我被带到哪里去了 是 你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人 知道这个事情 到最后才了解 国安的人员 跟着司机聊天才知道 原来是 他们房间里面扫地大姐 每个人都受到情志的 这种训练 扫地大妈都是 是 所以他们是处处皆兵 都晓得怎么样去保房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 在中国大陆 这样的训练下 特是非常严禁的一个事情 在中秋节的时候 你再看到画片 是中秋节在云南 天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亮光 现在NASA已经证实了 学伟 这竟然是陨石 我跟你讲 那天中秋节大家赏月 大家有看到 像台湾月亮很大 可是云南那个地方 那天因为多云 所以看不是很清楚 这是云南 对 可是民众还一直在想 还一直想要看 突然间天空一闪 而且一闪而过 那个光量这么大 那比月亮还大 大家还以为说 我看到月亮爆炸 它有时候月亮毁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后来NASA是证实说 那个是一颗陨石 那颗陨石 在云南的天空上 开到这样的训练 对 那个云南的 那个香格里拉寺那个地方 因为这个陨石的话 早就有受到注意了 那个爆炸威力很大 相当于540吨的黄色炸药 幸好因为那个陨石 在上空37公里的地方 就已经先爆开了 否则的话 那个直接撞击地面的话 我想那个灾难会更大 所以幸好是已经空中爆炸了 对 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 民众就想说 怎么会看到这个运量爆炸 又有地震 又有很大的声音 对 又有这么大的闪光 他们以为是什么事件 所以大家才会联想说 是不是月亮爆了 那可是后来证实是陨石之后 开始很多网友就开始 注意在网路上就开始写了 因为大陆 在近40年来 发生的一些陨石 只要出现状况的话 伴随着大陆有很多大事件发生 像1976年在吉林 发生那个陨石与事件之后 那一年就刚好发生 中共的三巨头 三巨头 就是周恩 莱朱德 还有那个毛泽东 就同一年过世 对 而且那一年还发生 唐山大地震 你看 所以大家都觉得 自然而然就想说 那这次的陨石 大陨石会有大灾难 这么大的灾难 而且在天空爆炸 造成陨石与头 会不会跟之前一样 就很多网友就开始整理了 你知道吗 他们整理出来说 1971年吉林双阳 又发生陨石与头 那一年就发生什么 913事件 913事件什么 就林彪要策动要政变 刺杀毛泽东 叛逃死亡 对 还没有成功之后 那林彪一家人不是跑到蒙古去 竟然在蒙古上空飞机 坠机死亡 那1970年刚才讲说 1976年的那个吉林 就是超大陨石与头 那一次的陨石爆炸 规模大到什么地步 因为他们在现场竟然找到 138块的陨石 里面还有一块重塔 1100多公斤 现在号称是全世界最大的陨石 在那边 所以那一年你看 包括三巨头过世之后 唐山大地震 那一年中南海发生一个政变 就是四人帮被扳倒这样 那到1997年2月15号那天 山东的河泽这个地方 也发生陨石雨 可是你知道吗 这次更夸张 四天之后邓小平就走了 邓小平过之前也有陨石 对 那2012年那时候青海 也发生陨石雨事件 那一年发生什么 王立军叛逃事件 而且王立军叛逃之后 中南海高层就是因为人事震荡 还延续到现在都还没有处理 所以那个网友就在想说 那这一次的这个陨石雨 这个事件的话 会不会中共进来 又会发生什么大事 今天我们最近欢迎收看关键时刻的报道节 过去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 都说当时明镇败于满清 当时这个时候率领了明镇的文武百官 向满清投降 可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是 当时在台湾有一个朱素柜 这个是大明王朝最后选脉 而这个大明王朝的最后选脉 最后是在台湾上吊自杀 可是没有想到 这个过程充满神奇的故事 你很难想象 当时的台湾人对他有多感念 竟然帮他主动安排 一百个遗众 而且台湾的人自愿将眼睛挖掉 将舌头割掉 绝对不公布 他到底埋骨于何处 另外就是他在上吊的过程里面 竟然绳子突然断掉 很多上吊都会舌头组出来 他却面目安详 好 我们今天请到六位来宾 对大家方首席的 抗议大学副校长马西门西明浩 大家好 文实工作者刘灿荣 大家好 第三位航台博士富汉宝老师 大家好 第四位是自身的设计者丁学位 各位大家好 第二位是自身的设计者丁学位 大家好 第六位是自身的设计者王益德 大家好 好 是的 刚刚讲到了 过去在读历史的时候 只要知道说 当时康熙三大针 康熙当时收复台湾 而当时郑克爽投降 但没有讲的是 大明王朝最后一个血脉 朱树贵 没有人注意到他 可是他却坦然地进到 他居然选择 选择关帝庙玄良自尽 但是怪的是 玄良自尽跟后来发生一连串 不可思议的故事 老杰 读台湾史 其实一定会读到这一个人 叫朱树贵 朱元璋的第九世孙 明朝最后一滴血脉 他其实在台湾上吊自杀的一个人 但这一个人他一生在台湾 充满传奇 充满传奇 而且充满传奇 非常震撼的一个人 明朝有一句话 叫天子守国门 君王史设计 但不只是君王 明朝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气节的一个朝代 很露撼 包括他后代朱树贵也是一样 朱树贵当时是跟郑成功一起到台湾来 打着缓亲护允的旗号 但是他其实跟郑氏家族不合 因为他的威人厨师 跟郑氏家族 郑氏王朝是两回事 他是一个非常仁慈的一个长者 对家乡的护老非常的好 所以他的声望高于郑氏王朝之上 真的假的 在台湾高于郑氏王朝 就是他朱树贵 他其实他也是王爷 因为是朱元帐后代王爷 叫林靖王 你知道1683康熙22年施朗攻进澎湖 然后当时郑克爽他们投降 投降 投降的当天你知道朱树贵 他娶了五个老婆 一个政宫四个回聘 台湾投降的政客场投降那一天 朱树贵的五个老婆 跟朱树贵摆了一张酒席 然后拿酒进朱树贵说 林靖王我们先走一步 就跟他说我们告辞 我们准备要走 我们先走一步 那五个飞子 对五个飞子 跟他包括他的政宫 然后就跑到他的那个 林靖王府的后殿 后殿那边 悬养致敬 五个全部悬养致敬 悬养致敬以后 还有他旁边有两个市中官 市中官也跑到南边的偏殿 有致敬 也致敬 等于七个人致敬 绝不投降 对 三天之后 朱树贵把他们三天之内 把这些人的大体打理好 后事打理好 安葬之后 对安葬之后 他跑到他的也是后殿 他的后殿就是现在的哪里 台南的小官地庙 小官地庙有开机五庙之称 开机五庙 台湾最早的一个官圣帝巾 最早的一尊官圣帝巾 是这个 朱树贵这个林靖王引到台湾来了 所以以前台湾没有在拜官圣帝巾的 台湾第一个拜官圣帝巾的 是朱树贵带来 而他就选择这个小官公庙自敬了 对 你知道他从那个福建 进江引来这个官圣帝巾 他觉得官圣帝巾是一个很忠义 千秋的一个人 结果他把他妻妾的后事打理好 以后三天之后 他就是跑到他的后殿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小官地庙 五庙 贤良之敬 但离奇我刚才讲 台湾史上非常传奇的一件事 这是证实会写的 是离奇 对 他说他在 写他在上吊的时候 三尺白铃悬良 他人跨上去的时候 他自己把那个椅子踢掉 踢掉以后就悬空啪 这边上吊 掉了以后死了 但是死了以后 那个既然那个白铃 一声断掉了 断掉 断掉就叠下来 人死了 可是你知道上吊自杀的人 经常那个舌头会吐得很长 对 吐得很长 而且面目会比较痛苦 会比较痛苦 比较猙瘍 他死的时候非常安详 舌头也没有吐出来 你说这证实记载 就刚好在他断气的那一刹那 白铃刚好断掉 断掉以后掉下来以后 他的舌头没有吐出来 他没有面目正临 他面目安详 对 所以有人讲说 他一生崇拜这个观圣地经 那观圣地经也感念你这样 跟我一样终于千秋 我不要让你死得那么难看 所以我把这个绳子够了 我完成你的心愿上吊 但是我不要让你死得那么难看 所以把绳子弄断掉了 白铃突然断掉 对 那这个人刚才我们讲 说他威望高宇 郑克爽 郑氏王朝 为什么 因为他当时在高雄路逐这边 有一个庄严 像一个农场一样 他很多 石机甲那个田地 田地那很多电容在帮他耕种 你知道他死之前做了一件事 他把那个农地 那个企业 田气全部撕毁掉 表示这个地不是我有的 田气撕毁掉 然后把它分配给所有的电容 说以后你们就搁置为生 这个田属于你们的 所以大家很感念他 比方说对你又好 你说死之前把田给分出去 对 结果你知道 他死了以后出殡的时候 也是台湾史上非常离奇的事 怎么样子出殡 他出殡那一天 出殡那一天总共有16个人 八个人做前岛 八个人台关 那后面台关那八个人 自动先把自己的舌头剪掉 剪掉 变成哑巴 不会讲话了 不会讲话 那台关的时候蒙着 用白布蒙着眼睛 抬他的棺材 你知道他棺材抬出去之前 总共当地的士绅 跟他当地老百姓 帮他做了100个遗种 超超72个 他100个遗种 主动帮他做遗种 就怕他 这台湾人主动帮他做遗种 对 怕他说被清朝清算编尸 所以后来帮他做了100个遗种 然后这八个人就台关出去 出去以后 因为眼睛蒙着 所以不知道埋在哪里 没有人知道 但问题前面有人要带路 对 八个人带路 前面八个人带路 八个人带路 带到他把他埋好之后 你知道 那八个人回来以后 不约而统就把那个 手指头 两次插进自己的眼睛 干嘛 眼珠子挖出来 真的假的 变自己变成瞎子 你要我再指导 指引你去找他的墓 也没办法啦 我不认得路了 对 不认得我眼睛挖掉了 不知道了 所以他是非常感 大家很感念他的一个人 非常震撼的一个 你说明朝最后血脉死在台湾 当时台湾人这么喜欢他 不但把他盖了100个遗种 把台关的人主动把眼睛挖掉 把舌头给切了 对 所以他充满充满很多神奇的 但在证实上都记载得非常清楚 那你知道后来 他的遗种100多个嘛 所以后来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埋葬在什么地方 所以高雄 高雄有一个历史 他标题叫什么 叫打狗空冠之谜 在1937日记时代的时候 曾经有人去挖他的 说这个可能是他的墓 就挖出来也不是 里面是空冠 就是遗种 对 遗种 所以他这个人现在为止埋在哪里 其实不知道 不知道 他的墓其实没有找到 只有医官种而已 只有医官种 你知道到1983的时候 1983 对 1983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件事情 那时候高雄 高雄不是有那个新瑞都 新瑞都要盖一个购物中心 对 那在挖工地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怪手 怪手工人开的怪手 在挖地基 结果挖挖第一天挖得很不顺 收到那个油管会爆裂 爆裂 那他们不晓得怎么回事 那后来那个工人 晚上的时候做梦 做梦 工人做梦 对 梦见当时的那个吴飞子 里面有两个人来找他 说我们已经修炼快成仙了 快成仙了 你就等我们成仙再过几天而已 工程稍微缓一缓 这工人做梦就跟工头讲 工头说赶进度哪管 哪有这回事 结果第二天就继续挖 结果你知道那块地 其实就是五飞子上吊自杀的那个地方 五飞庙旁边 对 上吊自杀 那你知道他们就继续挖 结果当天在挖的时候挖到 他们挖一个洞 好像感觉什么东西 结果一看两条大蟒蛇 台湾怎么可以有大蟒蛇 在高雄有蛇 以前早期对蟒蛇 然后挖断掉一条的时候 挖断掉一条 他当时那个新臭味 新臭味传了树里之言 大家闻得到 这个五飞庙刚才讲说挖掉这个大蟒蛇 大蟒蛇挖断掉不是死掉吗 死掉以后还有一个很离奇的 就是这个林俊王的墓碑 在当天你仔细看这一条这条线 出了大裂缝 出了大裂缝 对 啪一声就断开成这样一条裂缝 他们讲说林俊王 认为他自己的妻子妻妾 已经快修炼成仙的时候 既然落到这样的下场 所以他墓碑 既然也显然裂出这样的框 是当时裂的 对 所以这个墓碑到现在你可以看 他现在这条缝还在 OK 那我们讲说明朝 明朝像这样一个终于气节 我们其实对明朝有时候会 你说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其实明朝是一个很中烈的 一个朝代 我们讲崇祯十七年的时候 崇祯不是上吊在眉山吗 对 眉山上吊 你看 其实崇祯上吊以后 有一个历史我们很少读到 叫明末祭世本末 这本书研究明朝一定会读到的 明末祭世本末里面有提到 一个叫甲山行难朝 就崇祯十七年 亡国的时候叫甲山年 甲山年 甲山殉难朝 你知道多少人殉难 文武百官死的跟老百姓 死的很多人 包括里面记载的 那个义史大夫 他先撲杀自己六岁的儿子 撲杀以后自己在殉国 还有一个公布上书 也是一样公布上书 带着自己的家眷 一个一个跳到井里面去 跳井自杀 所以很多 那里面我读的最感动的一段是什么 里面有宫女 当时明朝灭亡的时候 三百多宫女在皇宫里面自吻 宫女自禁 对 宫女是三百多个 那其中有一个废公儿 废公儿你看那个评剧 经济的时候有演一出叫 废公儿赤虎 其实演的是真实里面 当时崇祯还没死的时候 她想我死之前 我不让我的家人漏烂 所以太太也致敬 她的大女儿 长平公主 崇祯是拿那个剑 把她大女儿一刀一剑 就砍下去想把她砍死 结果没死 只砍断一条手臂 所以金勇小说是衍生的 是真的 真的有把长平公主的手给砍断掉 砍断了 砍断以后长平公主昏过去 昏过去以后崇祯以为她死了 然后崇祯就自己上吊了 但是长平公主没死 后来是被一个公女叫 后来有的时候姓废 被公儿去救了她 你说那种女人多感动 所谓明朝这种气节 包括这个在台湾最后一个 邻敬王 其实他们气节都会看得出来 相当的忠烈 好 那许位 刚刚讲到的 在邻敬王他在过世的时候 有很多神奇的传说 那像我的白铃 三尺白铃掉在梁上 居然会断裂在我断青的一刻里面 让我保持一个安详的一个面容 更不要讲说台湾人为他 弄了一百个遗众 但后来在日剧时代 有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就是 日本人一直要挖他的墓 结果没有想到有一个台湾人 带路了以后 遭到不测之祸 施然宫打台湾以后 那个郑姓 朱姓 只要是活的 全部都带到北京当亡国奴 对不对 那如果是死的话 那个 尸首都拿起来都鞭尸 而且最后把他弄回 运回去福建的南安 还不希望在台湾出现有 不能留半个人 对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高雄陆族地区这个族户跟湖内 这地区的民众为了感念林靖王 因为林靖王刚才社长讲过 把他的田气什么东西 给民众对不对 电容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为了 弄了一百多个假的坟墓 挖了一百多个假坟这样 那可是说实在话 那个满清人来的时候 林靖王的那个墓面被找到 可是到了竟然到了1937年你知道吗 日本因为当时占领台湾的时候 他发起一个贵金属回收运动 就是把所有民间的贵金属 什么东西全部都回收回去 做大炮 做一些武器 所以他就开始搜刮 那个时候就有日本人就想到说 以前一些大官 皇族的坟墓里面 应该有很多陪葬品 很值钱的东西 是把它挖出来之后 就可以拿回去领工这样 那个时候就刚好有一个民众 叫做李清风 他是负责怎样 到处去鼓励人家种甘蔗 所以他就需要在南部这个地区 到处去跑去鼓励民众来种甘蔗 有一天他就工作累了 他就在一个地方就想说 有一个平坦的地 以前的坟墓没有那么明显 就是凸起来一块地而已 他想说这个地方可以躺一下 哪知道他睡着了 马上就他就梦到一个穿古装的人 跟他讲说 我是明朝南明的林靖王 林靖王跟他托墓 我的墓 你躺的现在躺的就是我的墓 那人家来你绝对不能够跟人家讲说 我这个地方 这边有埋人 可是突然间李清风就听到 一阵很吵杂的声音 他就醒来说 果然看到一队日本人你知道吗 日本兵来了 就在那边收 因为日本人说每个坟 每个坟的只要有可疑的地方 他就去挖 他就看到这个 竟然这个李清风说 刚才不是在梦到那个 叫他不要跟人家讲 这个时候他竟然是鬼迷心窍 竟然跑去跟那个日本人讲说 这个可能就是 就在这里 对 就是林靖王的 一挖之后果然挖出了很多的 金银珠宝你知道吗 所以我看到当时 日本的报纸就讲 林靖王的墓旁边各种的器具 都被挖掘出来了 对 那时候挖出很多的金珠宝 还有宝剑一些很多赔账品 对 日本人为了感谢他说 不错 你跟他说这个 你可以挑一样东西回去 金属的不能其他的 他就看到一个那个 清零零一个玉玉戒子 玉玉戒 对 他就说我要那一个 他就带回去 他刚开始很高兴说 这个蛮值钱的 可是你知道吗 他这个玉戒子拿回去之后 他们家就开始不平静 怎么样不平静 出现一连串的一个事情 一开始的时候是他的子女 他一子一女 两个人都得了脑炎 那个时候日本人很注重卫生 对 会传染的疾病 他就不准住在这个地方 他就一定要在空旷的地方 盖一个茅草屋 就说你就在那边隔离 对 就隔离在那边 被赶出家园了 对 那个时候他的老婆 就想说有一天就想说 我要去照顾小孩子 得脑炎 总要去看照顾他一下 去的时候那天晚上 就用那个油灯 不小心 你知道 那油灯翻了 那油就流出来 整个茅屋烧掉 他老婆跟他的儿子 竟然就在那场火井里面烧死 被烧死了 对 那烧死之后 那个女儿也受重伤 那可是你知道吗 那个李清风 日本人就觉得说 你故意把你母子害死 你不是要骗钱吧 炸保险金或什么 竟然把他抓去鞭打 你知道吗 就把他关在牢里面 打到变残废 你看 所以他后来就觉得说 他被打成残废 他带着日本人去挖墓 结果自己被打成残废 对 因为人家觉得说 你这个一定有问题 谋财害命或怎么样 所以那个时候 一个家子 本来家庭好好的 只剩下一个女儿 孤苦伶仃 而且全身受伤 对 家破人亡 那后来你知道吗 这个事情过的时候 到2011年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个林靖王的那个庙 后来是把这个墓 盖成一个庙 对 那个每年都还有祭祀 在那个路足这个地方 每年都还有祭祀 林靖王的那个活动 有一年进来那个庙里面的 那个庙公被托梦 你知道吗 林靖王跟他讲什么 说我很久没有回到 我以前住过的地方 我要回去走一走 看一看你知道吗 那庙方就开始 做了很多的那个活动 就是整个庙 那个神像什么 回到那个台南那个地方去走 果然那天到了 郑成公庙里面对 祭祀 拜拜 可是到了武飞庙 就发生一些零事件 发生什么事了 你看那武飞庙前一天 就有姬童就讲说 明天有一个大冬要来 对不对 所以那个武飞要出去迎接 你知道吗 所以就做好了迎接 果然隔天中午的时候 那个林靖王的那个神教 神队来的时候 列队来的时候 竟然武飞都在门口迎接 你看 所以人家讲说 你说之前他们没有联络 之前不知道 都不知道 他之前有感应出他会过来 对 所以人家讲说这个 明王 明镜王 虽然走了那么多年 其实这个五个妃子 当年忠贞的对待他的时候 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些交流 那我们讲到那个武飞庙 武飞庙其实这个地方 老一辈的辅承人 台南人他不会轻易 踏进这个武飞庙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太阴了 以前早期这个地方叫贵子山 贵子山 台语叫贵子山 贵子山就是乱葬缸 这全部都是埋了很多的那个 那个武飞的那个坟 你知道吗 以前早期这个地方 只要每次下大雨之后 竟然在地上你踩着 就会踩到人的骨头 因为这个乱葬缸 底下不知道埋了多少的东西 有一次有一个那个姓杨的 他们在专门在做环导的 一个那个普渡法会 就是帮一些武飞庙做法度 他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竟然就被感应 就是武飞在这边 希望说你们能不能把这个地方 盖好一点 弄漂亮一点你知道吗 那可是台南市政府当时听了就讲说 这个怪力乱神 你亂说 那没有根据 对不对 他们又不能够处理 后来 附近台南大学学生 竟然就在外面 那个叫做武飞街 为什么要 竟然有一次 他们几个年轻人就骑摩车 看到路边蹲了一个小女生在那边 很暗了一个女孩 小女孩怎么在那边 他们就问她说 小妹妹你怎么不赶快回家 我们送你回家 你知道那个小妹妹一回头的时候 竟然是没有鼻子 嘴巴裂开 就像日本那个 猎嘴女 把他们那些学生吓死 而且不止一次发现 后来人家讲说 这个猎嘴女 是不是因为当初坟墓在那边 被人家敲了 被人家弄的时候受伤 所以她现在出来 而且有一次还希望说 她能够找她妈妈这样 所以台南市政府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果然在1998年的时候 把这个地方重整做 现在反而变成一个 那个什么情侣去散步的地方 好 那是 我们刚刚讲到的 施朗到台湾上讲到 施朗是拜马祖的 对抗了明镇的玄天上帝 他来非常妙就是 当他拿下台湾之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竟然是在宁静王府的地址 盖了一个天妃庙 也就是现在的天后宫 没想象台南的大天后宫 竟然就是宁静王的官邸 对 台湾本来最信的 就是玄天上帝 但是妈祖怎么来呢 就跟施朗有关系了 对 施朗本来跟郑志龙反亲 又跟郑志龙详亲 又跟郑成功反亲 郑成功把他全家杀掉之后 还有详亲 所以康熙说你最懂台湾 我派你去打台湾 好 是啦 运气不好 他知道要打台湾 先要拿下澎湖 但是他出门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呢 遇到台风 台风 他先头部队整个不见了 他想完了 怎么出事不定 先头部队都没了 对 后来 先头部队又回来了 他说 你怎么会活着回来 他说台风从我们撕掉方向 就空中有个白衣的女子 妈祖显灵 把我们的船 拖到了魅州去了 魅州岛 司朗第一件事情就飞奔魅州岛 在魅州岛对天飞宫 那时候魅州岛天飞宫就败 结果司朗打澎湖 运气不好 遇到潮水 遇到反潮 遇到这个利风 结果他把妈祖像 搬到船头 你知道吗 整个风向改变了 开始就攻了澎湖 然后 所有人都看到 妈祖在天上显灵 真的假的 我告诉你 他攻下澎湖之后 到澎湖的天后宫一看 第一个 妈祖流汗 妈祖在海上帮他流汗 第二个 裙摆是湿的 真的假的 裙摆是湿的 所以他就知道 妈祖帮了他 因此他一到台湾 在台南安平登陆之后 就把临近王府 变成大天后宫 是这么来的 这么一来之后 他把天后宫之后 台湾就因为 施朗的关系 啪啪啪啪啪啪啪 妈祖也成为民间 台湾祖神 对 祖神了 好 那所以 台湾到今天为止 一个是 妈祖祖了施朗 所以取了台湾 还有一个 当然是玄天上帝 玄天上帝 最好玩就是 台湾今天有今天 跟玄天上帝有末章 密不可分 对 好 大家看 玄天上帝手上拿七星宝剑 然后再注意看 他的右脚踩了一只蛇 左脚踩了一只龟 蛇是谁 毛泽东 注意看 毛泽东男人女相 而且阴沉 这个龟是谁 蒋介石 你看这蒋介石头 你要说他头 就是个龟头 我简单讲 为什么台湾跟他有关系 第一个 蒋介石出生在西口 水 西口水 他出生了西口 万龟出洞 这是西口镇的证实有写的 他出生的时候 万龟出洞 那毛泽东的蛇跟山有关 他出生在韶山 但因为他比较没名 韶山没有记录他出生 有没有万蛇专洞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件事情 就最重要一个 大家都知道 蒋介石当年 在峨眉山遇到一个老道 送了他八个字 圣不离川 败不离湾 好 现在大家都注重后面的四个 前面四个字才有学问 圣不离川 为什么我赢了 你还让我窝在四川一角 为什么 川 是水 川是水 你的龟是不能离开川的 不能离开水的 而且后来就因为这句话 大家说 为什么日本人 什么地方都可以打掉了 就打不掉四川 打不掉 因为你这只神龟 守在四川这个水 长江三峡是我的水 水乡 你根本过不去 难怪他到处大轰炸 怎么轰炸重庆都没用 都没用 好 所以你要胜不离川 但是他怎么样 我告诉你 毛东 他守到延安 这个蒋介石打了五次 六十万大军 八十万大军 根本打他不动 为什么 因为他是蛇 延安是一个石窟 而且他住在窑洞里面 蛇守在洞里面 你根本不可能把他打下来 所以他们两个真的有蛇跟龟的特性 还有 蒋介石来台湾之后 我跟你讲 他为什么都呆在阳明山 因为阳明山全台北市 雨最多的地方 他是呆雨最多的地方 我跟你讲 他离开台北市 他一定去最多地方是哪里 第一名是日月潭 水 日月潭水 第二名是哪里 石湖 也是水 第三名是哪里 城清湖 都是湖 都是水 你有看过蒋介石上阿里山吗 没有 你有看过他要到哪个山 没有 所以他更确信 他要在水旁边 他全部他自己感觉到他确信在水旁边 所以蒋介石往生那天 那个真的 吃乎限迷人就有电话记录 报国防部 所有乌龟都跑出来了 他移淋到这个国附计计划 国陵计划吃里面 乌龟全部跑出来了 他4月5号死那天 白天晴空万里 等到他一死的时候 啪 倾盆大雨 等到他移淋 大门一打开 091出来的时候 雨停了 等到他的淋移好之后 哗啦下又倾盆大雨 所以几乎这些迹象都让人家确定 蒋介石就是 确设 确计上面的确设 好 那瑞德 我们看到了日本在这里台湾的时候 当时他们去挖了邻近王 现在不太确定 挖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是真的挖到一些宝剑 挖到一些饰品 但没有挖到邻近王的一个骨骸 而日本对台湾有很多的了解 没有想到日本出了一个字典 他居然讲说海盗怎么翻译 海盗的翻译 竟然是台湾的海洋二字 没有错 事实上台语的这个海洋 海牛 那么为什么会是海盗呢 在这个1883年 跟这个1931年的这个 台英跟台日大词典里面 把台语的海牛 列为海贼的意思 真的假的 这个当着大致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海盗 这个海盗跟海贼之间的 这个等于说台湾化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所谓的汉油呢 那其实跟他们印象中的 台湾海贼王有关系 那台湾早期的海贼王 最早的海贼王 应该说就是明朝末年的这个林道前 那么林道前为什么有名呢 因为他留下了很多传奇故事 他本来是一个这个中国那个潮州 这边的一个小官 那后来造反了以后变成海贼 海贼了以后呢 他后来又接受了招呼 可是问题是对官府 对他的态度不爽以后 他大规模的造反 那当时他聚集到人物 可以聚集到这些海贼 手下有几万个人 他为什么能够造到这个规模 很简单 你一个人加入我海贼 对不对 加入我海盗 一个人花一两黄金 你帮我招募到十个人 我花你三两黄金 所以什么意思 表示他有很多黄金 我们现在高雄的柴山 你知道它的名字叫做什么山吗 原本叫做埋金山 也就是林道前的这个十八来黄金 本来埋在这个高雄的这个 这个就是柴山 所以它柴山的前身叫做埋金山 今儿就是台的柴山这个地方 那事实上呢 民间故事里面还说 其实只有十七栏半 没有十八栏半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次 这个林经年呢 也就是林道前的妹妹呢 他在山上遇到下雨 一个柴夫 热心的把他 然后迎接到他家去 然后煮热水 然后招待他吃饭 所以他很感慨 他也很感念 把其中一栏黄金 送给了这个侨夫 所以现在埋金山 柴山上面 还有十七栏半的 这个黄金的传奇 一直到现在 都是大家津津乐道的 可是问题是 事实上 这个林道前 他传奇故事还没有讲完 为什么呢 这个海盗并不是这样子 在台湾这样打架结设 因为杀了很多的 这个民间传说故事里面 杀了很多的这个 那个原住民的血 来涂当 这个传奇 他的那个战船 竟然可以到 从明朝末年 一直到清朝 有个故事是清朝有个海盗 阴错阳差接收到他这个 等于说血腥的这个战船 后来这个海盗 曾经跟人家这个说 他觉得很奇怪 每当到了午夜 或是凌晨的时候 这艘船会哭 你知道吗 会从船舱开始 到处船来哭声 林道前的船会哭 对 所以他说 因为这艘船就是林道前 当时曾经用雪来涂 他说因为很简单 因为你远远的看 就可以发现这艘船 跟其他船都不一样 他的船的木板 跟木板的列系里面 它是一种很奇怪的 黑 有点深黑 那种黑色的 那种就是人的血 跟阳灰的血 混在一起 把他涂上去了 他说他还可以 听到那些人 他都怀疑说 是不是当时 被林道前所 杀死的这些原住民 他们的哭声 还有灵魂 还在这个船里面 林道前后来 不断地 这个陶来带了一大堆的人 后来竟然辗转 到了东南亚 到了东南亚以后 他阴错阳差 本来要到马来半岛去 结果后来竟然到了 仙罗 也就现在的泰国 还驻了仙罗王 打败安南 最后仙罗王 还把女儿嫁给他 然后他还成为 当地的高官 最后 甚至因为这样子 他还因为觉得 荷兰的这个枪炮很好用 他还设置在仙罗 泰国这个地方 设置了兵工厂 所以他后来 林道前是怎么死的 林道前是在自己的兵工厂 要试大炮的时候 大炮 堂炸 炸死他的 各位如果不相信 现在泰国这个地方 还有所谓的 林姑娘庙 跟林姑娘墓 就是传说中 林道前的妹妹 也就是那 十八蓝半黄金的 这个等于说 持有人 那个林金莲 她的墓 跟她的庙 好 那西平 这样讲到今天 中国大陆放的一个消息 就是郭伯雄 中国大陆军委会的前副主委 他在军中是最高等级的人物 可是没有想到 他竟然去撞灯柱自杀 十一夺坚决 他说撞灯柱 撞到他头骨碎裂 对 主要是因为 怕郭伯雄情绪不好 特别让他从监狱里面 到空军基地里面去散步 结果散步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这个灯柱 啪就撞 撞到前面头骨碎裂 送到医院 重度昏迷 两个礼拜 求死医院这么多 我告诉你 到底十二天之后的十九大 能不能平安度过 真正最大的关键 还是在军方 因为江泽民当年 两大老虎 一个是徐才厚 一个是郭伯雄 把军队里面所有的根 扎得非常非常深 人马都是他的 今天徐才厚 往生了 郭伯雄传出这样一个消息 你觉得会不会引起 什么样子的动作 习近平早就知道这件事情 习近平做了两件特别的事情 什么两件特别的事情 第一件事 你如果十月一号 八天长假到北京展览馆去 北京展览馆 你可以看到布置得这么漂亮 这是北京展览馆 獨立奋进的五年 最绝致你走进去一看 知道看到什么东西 看什么 全部认罪的照片 认罪的自白书 认罪的毁货书 认罪的审判经过 你说郭伯雄 徐才厚 古俊三的认罪自白书 我告诉你 什么都有 还盖手艺 李奇基民抓了多少人 抓了282个高干 要不要说 譬如说好 这个是季兰市的第一把手 季兰市第一把手 王敏 你看王敏说 我辜负了党 背叛了党 成了党的罪人 这是季兰地方 这个是河北省书记 有河北第一把手 这个周本顺 周本顺也很绝 你知道吗 他还说 我坚决服从 拥护党中纪委对我的处分 你处分我们还坚决拥物 结果 在北京展览馆 北京展览馆 所有的这些 毁过书 自白书 全部都出来 出来还没完 照片全部弄出来 你看 认罪忏悔哭泣的照片 然后你看 认罪哭泣的照片 这都是高官 然后这一张 是习近平最重要的一张 等一下 对 你说这些人 周永康 薄熙来了 我都可以理解 孙政才都出来了 我告诉你 这一张是习近平最重要的一张 你看 周永康 你看他头发白撑 这样子你可以看到吗 他故意把他白头发弄出来 薄熙来 郭伯雄 习才后 刚刚落马的王厨 孙政才都列上去了 胡锦涛的大类总管 令计划 这六个人 是习近平抓的最重要的六只老虎 他通通在展览馆里面 把你展览出来 然后忏悔的 受寻的 全部把你跌出来 在十八天长假 让你们通通去看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他做了一个强军的影片 注意强军几集 八集 9月28号的重量电视来播 今天还在播 那播强军全部都是他们忏悔的 郭伯雄 许才后 古俊三 忏悔的画面 现在有一个最神秘 最神秘的一件事情 到今天没有办法解释 什么 吴胜利 吴胜利是谁 吴胜利 你看 这吴胜利 这什么照片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这什么照片 这是吴胜利 在去年12月25号 在辽宁号上面 辽宁号 不是 他是海军司令员 海军最高阶级第一把手 他轻率辽宁号 绕行台湾一周 就他绕台湾的 绕台湾的 这是他在绕台湾中 摄影的照片 他那时候是海军司令员 多意气风发 多意气风发 率了辽宁号 亲自来绕台湾一圈 结果9月1号 日本最大的共同社 发表了一个新闻 说他被抓被查了 被双规了 为什么吴胜利这么重要 第一个 他中央军委会的委员 11个委员之中 我告诉你 2006年 胡锦涛 他做了一个最新的导弹券 到黄海去看演习 突然间两艘 丘件包夹出来 包夹出来 对了胡锦涛开火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对 我告诉你 黄海赤湖 把你去打了 开火以后 胡锦涛舰上 五个官兵被打死了 有这种事情 对 但是因为 他最新的导弹舰 他赶快跑掉 跑掉之后 这个胡锦涛坐直升机 飞到青岛 从青岛换飞机 飞到云南 他不敢回北京 有人要刺杀胡锦涛 我告诉你 他飞到云南 还在云南西窗版纳 靠近缅甸的地方 待着 怕万一风声不对 就跑到缅甸去了 七天失踪 不见人影 等到另计话 在北京打电话 跟他说 一切都搞定了 他才 胡锦涛才飞回北京 飞回北京 我第一件事情 把海军司令员张定发干掉 抓到北京去受审 结果张定发 海军司令员在北京 被枪决 暴毙 暴毙 不知道什么原因 因为不能让他扯出来 因为幕后说 是江泽民主使的 假的 但不知道还假的 好 那这时候就指定了 吴胜利 接海军司令 2006年接了今天 接11年 好 姐 我告诉你 第二个 他跟谁是哥们 薄熙来 他跟薄熙来是哥们 薄熙来住在 当大连是当家的时候 他怕人家对他不利 你知道薄熙来不住了官邸 也不住了家里 住哪里 他住在大连舰艇学院里面 他每天都住舰艇学院里面 当时大连舰艇学院的院长是谁 吴胜利 所以他跟薄熙来根本是哥们 而且胡锦涛当时临危受命 让他接管海军 因为那个海军太乱了 今天这么重要一个人士 失踪了 突然间失踪了 也不讲是对还是不是 然后这一个多月 根本不让他露面 所以究竟 他拔了防风辉 拔了张扬 是不是又拔了吴胜利 11个军委里面 拔了两个 这个有没有被拔掉呢 大家都在看 知道全世界最好看的烟火 就是谁吗 是美军的销毁弹药 你看这个就是 全世界最壮观的火树营花 你看这个就是美国在销毁 它过期的一个弹药 弹药销毁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枪弹 机关枪 各种子弹 美军说我要把它销毁 但是我不可能一颗一颗的去拆 太麻烦了 所以美军在这边挖个洞 然后一箱一箱的枪弹 全部放了进去 销上了汽油 远远的一点火 然后开始一烧 然后那里面的敌火 开始让子弹到处的被击发 所以你会看到一烧起来之后 火树营花 一下子这个子弹往那边飞 一下武林机枪弹往那边飞 你会看到这就是美国最壮观的 销毁弹药的一个画面 你说让这些子弹乱飞 让子弹飞 而且它是让你一试 而且它有一次是五万颗子弹 五万颗子弹让你在这边飞 然后因为那个火焰 里面的火药全部都要烧起来 这个就是美国在销毁弹药的一个方法 那多壮观 不只是这样子 它们这个只是一个枪弹 另外炮弹 飞弹怎么办 把这个药包全部拿出来之后 也是运到一个山谷 一个沙漠里面 挖个洞 全部堆积起来 然后堆积起来 刚刚看到没有 刚刚就是那些炮弹的引信 药包 火药 全部都堆在一个山洞里面 然后还有弹头 堆在那边之后 远远地按个引爆之后 我觉得那种弹药的量 都会在天空中 出了一个黑色的迅状云 就怎样这个迅状云 就这样炸出来了 美国说 因为我这些弹药过期了 但是这些过期了之后 我那些火药 我就把它直接地炸掉 所以他们都是挖个洞 然后一颗一颗地 就这样摆下去 摆下去 全部给你炸掉 美国呢 只不但是这个弹药炸 而且他们有时候 弹药多到不行的时候 怎么办 那我就把它打掉 所以在美国的 一个夜间的拔场里面 把它打掉 看到整个天上 像那个红色的光芒 到处在空中乱飞乱飞 直升机或什么的 就是一样 我的迹象 这个整个弹痕 你说我已经快要过期了 我就全部把它给试射掉 对 试射掉 就连火焰弹 你看到没有 就这样一直打 就拼命地往下面 找个地方 找一个空地 就是全部都把我这些弹药给打掉 打完 把我弹药消耗掉 你看到没有 整个天上就是一排一排的火网 直接就一直打下去 一直打下去 这个就是美国在销毁 弹药的一个方法 然后不但是如此 他们在打法 太过瘾了吧 美国销毁药 这么过瘾 冰过瘾的是说 你看他们在打掉 这半夜的时候 全是直升机拿下来 或在地面上把掌 一个武林机枪 三林机枪架 架到那边 那个枪弹的弹 不是像我们以前看到的 只是一条而已 反正它藏到了在地上 满满的都是 然后就 然后就一直拼命地打 然后甚至那弹壳呢 在地面上 旁边堆积如山 美国就是说 我就把你打光了 这次打到有时候 所以它的射击是这个样子 不停的 打到这样 过起了枪 前面过起了前面的那个瞄准器 我把你打烂掉 等一下 所以它枪呢 枪固然打得通红 打得通红 所以你说这支枪 我本来就不要了 我就打得这样 那不怕糖炸吗 前面的那个灭音器的地方 已经过起了 已经那个 所以它是枪了 所以它就一直打 一分钟 然后那弹药也一直打 一分钟起百发 所以那个热度 如断了过去 然后最后整个毁掉的 开始让它施火 开始让它烧掉 美国就说 反正我就把你打到手 打到完 我就把你给处理掉了 它那个炸掉 不会有影响吗 因为它其实有一些防护 因为它前面 就是前面的那个 最前面的那个 面银器的那个地方 就很轻轻打掉 你看不到 它们在打的时候 这个蛋袋是整个这样一段的 一次一打就是上千方 我已经不是带蛋夹了 我已经带整个蛋盒了 整个蛋盒 整个蛋袋 就拼命地打 拼命地炸 然后俄罗斯也是拼命地 用这个炸的方法 俄罗斯也是一样 所以保险一下 这是俄罗斯销毁炸弹的方法 销毁炸弹方法 然后它们也是一样 在旁边 那前面是立了一个那个 这一箱箱都是 一箱箱的 然后在这边 然后也是一样 开始苗烤之后 火就退开 然后一炸 一整排的烟 一整排的火 就从天而上 然后甚至于 你看到没有 就是一个殉壮云 方法就出来了 俄罗斯也是这样子的大 不是把它堆积成像一小三一样 一次把它炸掉 对 然后这个美国 俄国呢 保险他们都采大戏出 而中国呢 它也有很多过期的弹药 中国怎么办 可是中国就想说 中国很怕人家说 他们浪费节俭 所以中国成立了全世界 最特殊的 11个人的专属部队 叫做弹药销毁兵 什么叫弹药销毁兵 就是他们要负责说 哪边呢 发现一个旧的弹药了 有个旧的弹药库了 中国的弹药销毁兵 你们就叫这个弹药库 直接的去把它想办法给处理掉 怎么处理 可是把中国的弹药销毁兵 是比较复杂的 为什么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把它 直接擦拭清楚吗 因为中国过去几十年以来 有很多时候 二战的时候有日本的 旧的弹药 有德国的 有美国的 有俄罗斯的 这个弹药的型号 他们看到之后 他们不像美国一样 不知道它是什么型的 知道怎么拆解 它连这个是哪一股的弹药 哪个连弹的弹药 他们都搞不清楚 所以他要轻轻地把它擦拭清楚 里面有没有锈 想办法看清楚 这是汉阳兵工厂制的 而这是当年的 沈阳兵工厂制的 这是当年向德国买的 这是俄罗斯支援的 要每一颗要轻轻地擦拭 我顺便要了解这些弹药 了解这些弹药之后 因为过去这么几十年 这些弹药都堆积在这边 来自于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连弹 了解之后 我如果了解它是什么弹药 我再决定 我要怎么把它给锯开来 这还要锯开 只要锯开来 因为他们要把它 这些钢材还拿回用 要拿下来用 所以他们要把它轻轻地 夹在那个前弓的前架上 然后用钢锯 把它前面的隐性给锯开 锯开之后 也是一样的 到外面的山沟里面去 拿出来之后 甚至于说 保险你看这样一个大的炮弹 他们就慢慢地 把隐性给锯开来 然后大的炮弹 你的炮弹放过去的时候 就算点火烧 那个钢材烧不掉 所以他们还要用铁钻 钻锯钻个洞 然后把那个火药给倒出来 然后这是最危险 他们叫做每天 跟那个死神在搏动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 这是美国 你很难想象 全世界最大的军火库 长什么样子 这是美国的一个货商陆军餐库 而且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军火库 你看到那个一排一排的那个房子 它总共有2700多座 那每一座 就是一个弹药库的一个仓库 每一个都是弹药库 每个弹柱 它里面储存的弹量 号称是打一次世界大战 一年的时间它都够用 所以都是把它存在这边 而且表现说它占地有多大 多大 570几平方公里 是我们台北市的两倍 所以你会去想像是 它一个弹药库 更是台北的两倍大 台北市的两倍里面 通通都是满山满谷的 都是这些弹药 然后都把它储存在这边 然后如果你想看 一个两个台北市 都是这几千栋的这个房屋 都是这些弹药库 如果它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里面都是高爆弹 对 你会知道有多恐怖 所以美国在旁边 还做了很多高空引体 而且它把它放在 美国的中 那个中部的一个沙漠里面 至少他相信 除非你用中心飞弹 不然如果被袭击的话 一炸开来 美国都要震动 好 那傅老师 这样看到的 在云南竟然在中秋节的晚上 出现了非常壮观的火流星 我们现在看到的影片 就是10月4号的一颗火流星 墜落在中秋节晚上 墜落在中国云南 这是爆炸的威力 相当于540吨的黄色炸药 那小星星对地球 它的速度14.6公里每秒 像我们绕地球的卫星 也不过才7.9 它是14年级 很快 它在高空爆炸 爆炸的高度大概是37公里左右 但是还造成一个地震 但是地震还好 是五感地震 大概是两几以下 这个是39秒的影片 就是在 还好你在高空爆炸 你掉地面的还得了 对 掉地盘 而且注意 是540吨 好 我们现在看它 它现在有个尾巴 然后发量会爆炸 空中爆炸 这个跟东古斯 跟这个倩隆亚宾斯克 这个几乎都是相同的路径 是 等一下我们再看 这个是倩隆亚宾斯克 这是2013年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下来的时候 注意 隐时很大 power很大 这个它的威力 是刚刚云南的812倍 它这么多 它是55万吨 将近50万吨了 所以说 表示说我们在云南 小屋见大屋 所以跟我们讲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影片 就是幸好它后面 有一个快速的力量 让它在空中引爆 如果没有那个力量 把它给炸穿的话 看设想 那就完蛋了 对 所以我们一直怀疑 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来救这个东西 让它不要造成更大的伤害 我们把话拉回来 现在云南的这个小行星 坠落火流星 其实美国已经早日在钻 美国在查了 注意看 这张图就是 美国的所谓 禁地物体研究中心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麻麻点点 注意这个能量越大 这个到2500吨的黄色炸药 这个最大 然后这个小药 这整个多少个 720个 这个时间从1988年 到2017年 在这一段时间 不到10年 将近有720个 好 这是已经发生过的 发生过的里面 我把其中最大的五个 我做了一个整理 好 注意到 这几个都是比 刚刚那个云南要大的 我做了一个整理 这是赤道 你发现 在赤道附近 赤道附近有一个 两个 三个 是 然后呢 几乎都是落在 非洲的附近 看到没有 这五个 这五个就是刚刚那个 那美国的 美国的资料 我把它五个最大的 比这个云南要大 差不多 都是在这一块 12345 大家可以参考 在非洲 再来复制 大部分都是落在海上 你看 大部分都 只有这一个 只有这一个 落的不是在海上 澳洲 在边边上 也是靠近海 然后几乎123 全部都在海上 那这个云南呢 是落在陆地上 所以表示说 这个非常是特殊的案例 而且听说 他们这个落下来 云南的这一块火流星 可能还有很多的碎片 因为他们发现 很多东西没有爆 是 所以如果找到的话 对于中国大陆的天文学 跟地质学来讲 是个非常珍贵 跟宝贵的资料 就很多陨石 其实落在云南了 这个里面有一个 离地球最近的 就是2017年10月12号 导宝给你照一下 2017年12月12月12 Tc4 它的代表 这一颗东西呢 最接近地球 因为这个地球的距离 以地球跟太阳之间的距离 是最最小 0.00034个AU 那一个AU大概1.41公里了 那它基本上来讲 这个呢 它的直径大小呢 12公尺到27公尺 这个如果掉下来的 圈龙亚宾斯克 类似 类似大的 很大 可能会大的伤害 但是大家放心 我上次讲过 你只要不要落在 六倍地球半径 这另外一个半径 你别说 有约实验室 他建议把那个 超新星真的制造出来了 对 就是说 但是它十万分之一秒 它只让它出现 十万分之一秒 为什么 因为纽约实验室 它是用很大能量 注意看 纽约实验室 它最近它说 造成了一个 瞬间 十万分之一秒的 类似 超新星爆炸 中间爆炸 那个能量点的模拟 它提供多少能量 三十个底特律式的 城市需要的能量 三十个城市 三十个城市的能量 集中在一点 用雷射光打在上面 如果打在人身上 早就穿一个洞了 集中在一点 只能产生十万分之一秒 然后它把这个拍下来 瞬间 这个里面可以看到 若干黄金的痕迹 你们会有黄金 超新星爆炸 会有黄金 这个里面有牵涉的 保健你看 我们这个 这个就是实验室 它放的这个影片 它现在在做测试 测试的影片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 因为假如说 你看这个影片 一点点的痕迹 地球 你看这个重金属 因为你整个星球死亡的时候 因为何融何以 太阳来讲 它氢会变成氦 然后逐渐逐渐 但是太阳不够大 它最多自然只能形成铁 再过来就波斯掉 就慢慢萎缩掉 但是它超新星不会 有这个变成金 8倍到10倍 它会继续 再继续 重金属再涨 再涨 最后涨成黄金 就是爆炸的瞬间 黄金会出来 所以超新星会产生黄金 对 因为太阳就不行 你太阳要大8到10倍 就有这个能量 因为它里面的压力 跟温度 构成产生黄金的条件 所以地球的黄金 是比太阳大8到10倍的 爆炸掉到地球来的 对 所以说 当然还有巨蟹座有一颗 表面上有很多黄金 那可能是别人超新星 打在上面了 但是大家不要灰星 像我们也给大家看到 这个是哈勃望远镜照到的 你看 这个是1995年 没有超新星对不对 超新星真的存在 2002年它照到的一个超新星 所以超新星确实是存在 是哈勃望远镜照到的 在爆炸过程中 最后呢 我再放一个 大家不要放心 不要气馁 因为虽然没有黄金的行星 但是有钻石的行星 钻石的行星 在40光年外 两倍地球大了 钻石行星 全部都是钻石行星的吗 全部是钻石 这个钻石的样子 跟这个类似 跟这个类似 现在我放一个很短的影片 这个星球地球两倍大 都是钻石 对 40光年外 这个是ABC新闻 ABC新闻吧 你看 这是一个钻石的行星 ABC 就是Permanent Barbecue 你可以在后院里面 这Barbecue 3900度的华氏温度 在这种温度之下 找到这么一个行星 ABC的news 报道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钻石行星 完全钻石 整个是钻石行星 至少有三分之一 保守至少有三分之一 你看这地球 两倍的地球这么大 像这个样子的星球 是有的 在40光年外面 所以ABC 特别把这个放出来 给所有美国的观众看 表示 不要灰心 有这么一个行星 上面都是钻石